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不仅直接殃及河流湖泊 而且使渔业、农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中国大陆的环保部6月初承认了严重旱情 但是闭口不谈干旱的原因 大陆专家分析 从三峡水库2006年开始蓄水之后 下游河流湖泊就出现了历史低水位或者是干旱情况 究竟华中大旱与三峡水库蓄水有什么关系呢 请看报道 大陆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6月3号 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会上表示 长江中下游的干涸已令颇阳湖、洞庭湖、洪湖的水为大跌 其中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有2万多亩湿地已干涸 而最近干旱监测进一步显示 湖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西北部 以达到中度到重度的干旱 李干杰认为干旱的原因是降雨少 他拒绝谈论三峡水库蓄水和长江中下游干旱之间的关系 次专地矿局教授及总工程师范晓披露 从2006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 都使下游河流、湖泊出现了历史的低水位或干旱的情况 他认为最近几个月降雨少对长江中下游的干旱只有次要的影响 但是三峡工程蓄水实际上也是对干旱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三峡水库每年的蓄水的时间是从九月中下游到11月份 本来就是长江流量相对比较少的一个阶段 那么它为了完成蓄水目标的话 下泄的流量一般只有或者不到和天然流量的百分之五十 据民政部救灾司消息 共有近3500万人遭受旱灾 400多万人饮水困难 500多万人需救助 道路媒体报道 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五省的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3700多千公顷 绝收面积达160多千公顷 长江中下游1500多座水库出现死水位 去年到现在为什么特别严重 因为去年它是蓄水达到它的正常高水位 就是说175米 这个在以前没有达到过的 但是蓄到175米 那么它当然是以牺牲下游的这个下泄流量作为代价的 湖北省第一大湖 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目前大部分地区水深不过30厘米 附近一些小湖泊早已消失 被农田和渔场取代 当地的农民担心粮食和渔虾绝收 甚至饮水困难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的话 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不应该只考虑发电 当然说一企业来说 但这个是它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面 但是河流资源或者水资源 它是一个中控性的资源 它还有其他方面 包括灌溉啊 有供水啊 长运啊 生态啊 等等很多方面 范晓指出 对于三峡工程 包括其他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政府需要宏观调配 综合考虑 保障河流满足下游水资源需要的基本流量 新唐人记者梁新 赵新芝 周新意采访报道 新唷